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1日 星期五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将实行疫苗赔偿计划 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将获赔 加拿大卫生部已经宣布批准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全国性的疫苗接种行动即将开始 但同时也传来了疫苗接种出现不良反应的消息 引起了不少人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心 对此 联邦政府宣布 任何接种疫苗后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人 都将有资格获得政府赔偿 这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推行疫苗赔偿计划 根据CTV报道 本周四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 接种疫苗后产生严重副作用的现象极为罕见 不过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要确保加拿大人可以公平地获得政府支持 因此 加拿大将实施一项 关于疫苗安全性的联邦支持计划 据悉 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 实施了类似的疫苗赔偿计划 CTV报道称 疫苗在上市之前已经经过了数千人的临床实验 此次批准的辉瑞疫苗在其测试的最终阶段 更是有多达4万名受试者参与 疫苗实验结果显示 受试者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仅出现了短暂的副作用 例如发烧和疲劳 因此 该疫苗被认为是安全可行的 不过 在英国开始接种辉瑞疫苗之后 有两人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反应 这两人过去都曾有严重的过敏史 加拿大联邦政府称 接种疫苗后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现象极为罕见 出现的几率不到百万分之一 加拿大卫生部长海杜表示 对疫苗批准制度非常有信心 而如果真的在罕见的情况下产生了不良反应 疫苗赔偿计划也将会为民众提供保障 但截至目前 联邦政府尚未公布疫苗赔偿计划的 相关实施细节及赔偿措施 加拿大央行称考虑再次降息 据加拿大金融邮报报道 加拿大央行行长近期宣布 可能会将基准利率再次调低 调低至目前的0.25%以下 但加洋行同时也强调 对负利率这种选项仍然保留怀疑态度 一些银行家表示 目前0.25%的利率是一个可行的利率下限 如果再次调低利率 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带来更多风险 但加洋行行长迈克勒姆则认为 再次降低利率是可行的 他表示可以参考澳大利亚的经验 此前澳大利亚联储就将基准利率 从0.25%下调至0.1% 并且此举并没有导致严重的风险 12月10日 加洋行副行长波德利表示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加洋行将采取更多措施 以提供额外的货币刺激 这些措施包括购买更多债券 或者通过购买特定类型的债券 来降低相应的借贷利率 博德利也提到 加洋行也考虑了 是否会再次降低利率 但强调说 即使降低利率 仍然会将利率保持为正利率 专家解读 逛超市被感染的风险有多高 尽管大家现在 对于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并不陌生了 但是很多人对于一些日常活动的感染风险 仍然抱有疑问 例如说 在逛超市时是否会被感染 以及被感染的风险有多高 对于这个问题 多伦多免疫学教授巴尔博士证实 在超市确实有被感染的风险 但会因所处环境及预防措施 而导致不同的风险级别 巴尔博士表示 在超市中病毒传播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物体表面 因此如果陈列的物品上沾染了病毒 顾客在触摸该物品之后 又触摸了自己的脸部 就很容易导致感染 其次 当超市内人流较大 比较拥挤时 被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 因为人们之间的社交距离减少 而且触摸物品的频率也变高 因此巴尔博士称 在超市中被感染的风险 完全取决于个人对待病毒的谨慎程度 最重要的是 在触摸超市任何物品之后 务必要洗手 否则不要触碰脸部 巴尔博士也建议 在购物回家之后 最好用消毒湿巾擦拭一下商品表面 此外还要确保在购物时戴好口罩 并保持社交距离 巴尔博士称 做到以上所说的几点之后 在超市内被感染的风险将会非常低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